只要你承认世界本身存在 那么它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 就无比的关键 无比的重要 而在我们看来 它以逻辑的方式存在 是世界最重要的 也是唯一可能的存在方式 这个世界不可能不符合逻辑 如果不符合逻辑 它就不叫世界 它不被称之为世界 而我们人是世界当中的人 我们像海德格尔所说的一样 是一种在世存在 因此呢 我们的结构跟世界的结构之间 它就是一个同构性的关系 它不可能截然分开 所以这个观点说起来 好像有点前沿 但一点都不新鲜 最早在波拉图的理想国当中 已经论证了这个观点 波拉图为什么最后 他在研究灵魂的秩序的时候 他要转而研究城邦的秩序 因为波拉图有一个基本的假设 就是灵魂的结构和城邦的结构 或者世界的结构 它就是一致的 我了解了世界的结构 我就了解了灵魂的结构 那反过来 我们了解到逻辑的法则 我们就了解到世界的法则 所以逻辑跟世界 它就是高度统一的 当然 这也许是一个终极意义上的东西 但是呢 在世生活的每一天 我们其实都是在呈现这个世界的逻辑 只不过这种逻辑所呈现的方式 它一定是多种多样的 它一定不是单一的 那这又促使我们回过头来对世界逻辑本身的理解 逻辑是简单的 它并不意味着是贫乏的 是苍白的 所谓的简单的东西 是因为它能够呼唤出更丰富的东西 逻辑的简单性 代表了对世界的丰富性本身的一种召唤 但是如果没有这种简单性 没有这种基本的规则 它召唤出来的就不是丰富的东西 而是混乱的东西 而是没意义的东西 那就不叫世界了